這個毛茸茸的觸感摸起來應該是相當滑順 適合拿來摩擦我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 欸對你沒有猜錯 四個月前的今天是提娜裡的生日 是不是沒有想到啊 昨天的我也沒有想到 曾經有個偉人說過 短髮男人賽狗 他的髮型如果放在一個女孩身上 就是一個清純女孩 但如今這個髮型在一個男孩身上 你又有什麼大膽的想法 我只知道他咬我那裡的時候 比較不會纏到頭髮 啊你問我咬哪裡 當然是我的老 不得不說這張賀圖是真的美 不管是他用手撥開植物的畫面 還有這個透過樹印來照射出的光線 還有這本貼滿重點的筆記 畢竟我們每晚都會進行哲學討論 有空再幫他買一本 而我最喜歡的還是他這兩隻大耳朵 當你仔細看就會發現 這戳毛好大 感覺相當的有深度捏 今晚我要讓提拉里的拉里爽一下 讓他的拉里舒服一點捏 我已經準備好我身上的那根青耳棍 握得很大 你忍一下 煙槍 欸不對 耳棍 衝鋒